1%差不多15萬票 所以現在最少最少 如果明天投票 這樣是有150萬票 所以我再加點 是民調正能反應在選票上嗎?未必喔 所以這個當然要徐老師剛剛講說 要看最後的這個狀況來做決定 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說隔壁的 隔壁家的電視台 不是每天在公布民調 這幾天都沒有公布 這個是有玄機啦 第一就是說這幾天 小燕民調持續在保持再增加的速度 一直在增加 你們自己民調也是這樣嗎? 我們的民調看起來這個趨勢 是有越來有比較 維持一個小福的一個領先 尤其在高投票率的 這個表達投票意願比較高的這些選民 這個我們的熱情 至少跟藍軍做一個比較 綠軍現在比較折 簡單說 所以這部分是保持一個微福的一個領先 那你們現在領先多少? 我沒有方便說多少 但是這裡在抽樣誤差 差不多抽樣誤差以外的一個領先 沒有人也超過差 這個是到投票意願的選民 但是總的投票率 這個部分看起來 還是兩軍還在伯仲之間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宋楚瑜在最近幾天 他的民調也有上升 就為表派的選民 跟一些藍軍的選民 投票給宋楚瑜的這個比例 也增加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國民黨在這幾天 包括說媽英九 就跳出所謂的這種原罪說 還是說郝博春在講的所謂的 怎麼支持中華民國 你就不能投給宋楚瑜 你就要支持馬英九 把中華民國跟宋楚瑜 把中華民國跟馬英九把它化成等號 操作這種原罪說 這種所謂的省級情節 所謂的族群對立 這基本上是在製造 所謂的這種外省族群的這種危機感 所以他是在鞏固他深藍的一個選票 跟宋楚瑜的選票做切割 但是我認為說 其實在統獨的光譜裡面來看 宋先生他也是支持統一的 他從來也沒有排斥說 他也要求小英要表態 就中華民國或者是統一要做表態 台獨要做表態 所以這個宋先生很顯然的 國民黨認為 在跟藍軍的選票裡面 是跟宋先生衝突很大 所以他現在叫郝博春 越長的 出來打鬆的 這樣長的 越廣告他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割在等 但是我回頭過來看 整個選舉的一個態勢來看 其實你要注意說 馬英九選了越來越像2,000人的連戰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連戰也是這個執政黨 他是副總統 現在要選總統 董西 民調開始也很高 但是不然要一直走下坡 宋楚瑜當時也是民調很低 那最少的單追兵 對 當時宋的民調慢慢 民調越高越高越高 民調一直撩起來 所以你看國民黨在現在是無所不用擬擠 包括這些行政資源 公歌這樣開槍開的 開不用怕的 台中所謂的這個 國慶的這個音樂劇 花了2億多 這些錢一直撐一直撐 一直撐一直撐 所以他是用這種方式 在撥這張選舉 這個代表說 馬總統的選情真的是告急 不然他又用這個粗魯的方式在選舉 一個人說的是宋楚瑜會拿到130萬票 150萬票 那多少 這其中多少是藍的票 多少是綠的票 這個裡面的票當然大波 我們的民調看起來 長期趨勢來看 大概是532 宋楚有10票裡面 5票是國民黨的 3票是民進黨的 還是支持綠軍 原來可能投給蔡英文的 2%大概是2層 是中間選民 這種他政黨意識比較不明顯 所以總的來看 當然也會拉到蔡英文的票 他就不讓馬英雄繼續做 認為他無能了 這個可能有些票會跑到宋楚瑜 這些淡然的選票也會跑到宋楚瑜的頭道 所以差2層 對差不多是2層 因為5層3層 差2層 你說的是150萬票 150萬票 150萬票 意思是他也是英雄做馬英雄做30萬票 150萬票 因為5層的話大概應該是70萬票 沒有啦 差距是2層 對啦 對不對 30萬票 你剛才說是7層5對2層5 徐老師 他因為看 這個陳委員是民進黨政治委員長 我是看民調 因為你有一些資訊可以判斷 那你長期從政 所以你相當有代表性 我們這樣講 那徐老師你是有學術性就是說 你是有研究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宋楚瑜拿到的票 多少是藍的多少是綠的 我覺得 我的看法是說 雖然就是說 從陳委員他們民調上來看 有3層的綠的是支持宋楚瑜 對 可是我覺得這3層 5層 5層 5層支持藍 5層是來自藍的嘛 3層是來自綠的嘛 3層是來自綠的嘛 2層是來自那些本來不想表態 可是因為宋楚瑜選項進來後出來表態的嘛 我意思說這3層綠的裡面其實到選情緊繃的時候 有多少搞不好都會回流 因為很多3層出來表態是為了要把宋楚瑜撐住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們的民調裡面看起來 確實也像徐老師講的啦 有一些是綠色的選民他是比較策略性投票 他知道說這很多的民調公司 他本身的公信力有問題 所以你像某一間電視台的腳來問他 他有可能跟他說他要擠擠擠擠擠擠 所以這個綠軍事有點隱藏起來 反而有時候問到宋先生他策略性表態去支持宋先生 好徐老師你還是沒有回答 不過等一下我們回來再繼續討論 因為按照南方壽先生 因為這個大家在台灣看不到 南方壽先生他在明報的這個文章 他說台灣大選再出現兩黨囂張 他說特定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表面上假裝公正 事實上早已成了打手 他們做著民意調查透過重重灌水造假 把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民調衝得很高 希望藉此來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 所以按照他的觀察他的專業 他說很多都嫁 大家不要亂相信 他相信的他是怎麼觀察 他為什麼會認為兩黨已經消長了 等下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